僵直性脊椎炎案例 是一个不死的孩子 他不能把这个关节 神经这个印带锁死 最严重的就变成了头背 木耳炎一样 行动不方便 对于西医的角度就是用一些药物控制的打医子也不便宜 17年我在医院住了半年的医院 然后整个人的人生跌到了低谷 经过这些年的用药物啊 使得这个肠胃都不好了 在这个今年的5月26号的那天 突然之间就是感觉自己身体不舒服 胃不舒服 然后就去医院检查 那一检查那是胃出血 非常严重 然后就整个人就没有体力 连血都没有 脸色苍白苍白的 经过了抢救 住了4天的医院 然后这几天呢 强制性加上这个肠胃 折磨着自己晚上睡不着觉 然后经过介绍我到这个圆池点工艺站 去了解这个圆池点 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 再加上这个工艺之间的老师 热心的志工给我鼓励 给我打气 说我这个圆池点一定能帮得到你 你再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 能找回你的健康 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呢 一点精神都没有 然后呢 身体非常的虚弱 老师看见了也心疼 就是然后教我 一天的这个早上 爬楼梯运动 爬完楼梯呢 做服务程 然后喝姜汤 然后搓姜泥 然后做这个圆池点这个按推 加上温敷 内胃的热源 这样双结合 第一次呢 我就得到了这个很大的改变 一刹子就身体松了很多 感觉体力就比之前恢复的好 站起来的不觉得松闷了 然后呢 给了我对自己的信心 中午的时候休息 休息完了 然后继续要做爬楼梯 做服务场 让我始作的运动 喝姜汤 温敷都要做到位 还在睡前的时候呢 还要补充一次自己的内月缘 就喝姜泥 姜粉泥 就这样子坚持了一个月 现在我恢复的情况 非常的良好 感觉人生能够找到了 很好很好的希望 给自己的一些 一次重生的机会 包括在这个月当中呢 这些热心的老师 跟我太太 跟这个所有的志工 热心的帮助和照顾之下 我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康复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前后比对 处理前 处理22天后 这些热心的帮助 这些热心的帮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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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